距离明年初的立委总统大选 剩下最后一个半月 而新北市第一选区 也确定有五个人登记参选 除了广为人知的 蓝绿两党的候选人之外 素党和和平歌联盟 也各自推出自己的候选人 其中代表素党的苏通达 是一名台湾新生代的音乐人 他说从小就在主委长大 希望以他的文化艺术专才 来翻转国会 为社会做出改变 融合的台湾歌仔系的元素 这首流行歌曲大家一定耳熟能详 而眼前这一位年轻人 他就是这一首歌的创作者苏通达 他其实也是台湾新生代 相当知名的音乐制作人 但他这一次要在淡水 以政治素人的姿态 代表素党来参选立法委员 我小时候在淡水是长大的 所以这次出来选 我就觉得说我要到我一个熟悉的地方 并且我喜爱的地方 那我当然另外觉得淡水 淡水是一个台湾非常难得的地方 至少还保存了许多的文化和价值 还有景观 那这些东西都跟我的小时候的记忆 是有连结的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 绝对不可以让它消失 所以我这次因为这样子 还有一些政治上面 我觉得台湾是需要继续往 再有另一个不同的力量 帮助台湾往前走 苏通达表示 从小在组委长大 对淡水有特别的情感 而这也是他为何选择这个选区 来参选的原因 他表示这几年来 台湾社会充满太多不公平的事情 也希望透过素人的参政 能够为现有的政治做出改变 我自己想要传达的其实是 我觉得台湾已经脱离工业化国家非常久了 但我们一直在工业化国家的思维里面 做建设 做发展 做破坏 所以我希望传达的是一个 用文化价值 艺术价值 去立国 去发展的一个经济 因为这一种才是真正无法被任何国家所取代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不只是 我们需要去珍惜的文化和一些记忆 而且这是一门好生意 所以我会鼓励大家 多在这一个部分我们多做一些加强 还有些美感的训练 推出第一支竞选影片 从人民的观点出发 提出人生诉求 苏通达希望以专业音乐人的身份 打破蓝绿对峙的僵局 也希望能够用专长为台湾打造未来的文化政策 让文化成为台湾独一无二的产业 谢成博伟 淡水采访不到